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我觉得是一个西式的 叫松露野菇佐香蒜面包 这个呢 其实听起来就觉得很高级 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一位 高手的教授老师 许志昌 许老师 嗨 智莉好 老师好 我们最爱你来上节目了 那你今天要教的 这个应该算西式吧 我是有一点中西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想要问你 你就是本身就是中式的人的感觉 因为你每次在节目教的 很多都是很就是中式的大菜 或者是创意的中式 可是今天这个感觉我听起来就松露野菇佐香蒜面包 对 感觉就是西式的啊 对 但是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料理的话 有时候要中西的那一种元素存在着 融味贯通 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对于我们的一些顾客 对于我们一些观众 我们这个素食过天下的观众 觉得有比较一点新鲜感 是耳目一新 然后最重点的这道菜 大家观众一定要注意看 老师的摆盘会怎么摆 那就不得了了 好 那因为我们有香蒜面包 那所以我麻烦这个 姿里帮我先可以帮我烤一下吗 要烤一下 对 好 那我们这香蒜面包我们就稍微给它烤一下 就直接用干锅下去烤 要盖盖子吗 盖一下 盖一下 来 那我也可以进烤箱吗 这个的话我们再用家里的烤箱也可以 那因为我们就留 就有时候妈妈已经做菜很辛苦了嘛 那我们就不要让它再洗了过多的这些器具 那我们就用一锅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锅子先热了之后让它烤一下面包 对 好 那再来的话我会先切 我们的什么 这个葱 有葱就比较不像西式 对 那西式大概用虾仪葱啦 对 西式大部分会用什么 比如说 pasili啦 对 对 就比较不会用葱 所以你看 老师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就又不一样 那我们葱切好了以后对不对 我会把它放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的蛋里面 葱蛋吗 对 我就把它放在蛋里面 真的奇怪 放到蛋里面 对 那因为这样的话炒起来它会比较香 这真的好奇怪 对 这个不一样了 好 那蒜头呢 看个人 那我今天我们就直接用什么 切蒜片就好 切蒜片 对 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要炸蒜片 你蒜片用过 切好以后 可能冲一下温水 泡一些牛奶 再把它压干的话 我觉得那个蒜片吃起来就很香 为什么要冲冷水或 因为它蒜有一些蒜汁 对 对 或泡牛奶 就是用好以后给牛奶 给它泡着 真的 真的啦 然后呢 下去炒还是下去煎都可以 对 就是稍微炸一下 那我今天用到这个菇的话 我们用到红喜菇之类的 这个直接我一般市场啦 我今天用两个颜色啦 这个一包30的 对 漂亮的买30啦 对 那我们这个比较老的 大概买35啦 对 这个给它剥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一定嘛 西式的一定都会喜欢用的什么 一点点的羊菇 羊菇 那羊菇 因为我们今天叫做松木野菇嘛 对 可能要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时候它 因为锅子的话底部 这样差不多 对 差不多 看一下底部 看一下 哇 哇 还没喔 好 好 那给它多烤一下 老师是制造印象 可是好香耶 对啊 还有蒜头味出来了 对 哇 还没好 所以又再放进去一次 对 所以老师你边切 其实是有在注意我的面包 因为当厨师就是这样 职业病 是 香菇 那香菇我们在挑的时候 尽量就是挑比较厚一点的 厚一点吃起来 对 厚一点的话 然后它比较香 对 所以老师这个地头会先切掉 对地头 那地头的话 我们在素食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拆丝嘛 或者是在熬树高汤的时候 一起给它放下去 是 大概这样就可以 好 准备好了 很简单 然后我们的番茄 老师你那个头不拔掉啊 这样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感觉啊 这样子喔 对 比较一点点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也是等一下也要进去炒的 我们可能摆盘啊炒都可以 对 老师我们这个是要烤到下面有一点 要有点上色吗 还是不一定需要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上色会比较好看 那如果说没有烤到上色 我觉得也不要紧 对 哇 香蒜面包两片够吗 这其实的话就是情侣餐嘛 鸳鸯餐嘛 所以一人一片 一人只能吃一片 对 对 好 好 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面包 把它拿起来了 对 好 好 接下来 老师刚好也准备好了 那 接下来的话 通常的话我们 要油吗 我们对 倒一点油 通常我们炒的话 我们会怎样 先炒蛋对不对 可以再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那我们今天 就跟人家不一样 我先放 你光那个葱花蛋就不一样了 对 我就先放蒜片 哇 所以老师你刚刚说 就是蒜片 对 泡牛奶下去炸 是平常的时候吃 还是说像这样子 平常的时候吃也可以 稍微给它煎一下 所以如果说我一般是要像这样煎的 就不用像你刚刚讲的 对 泡温水泡牛奶 对 那你看喔 它油温 对不对 对 蒜的颜色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就加这些 菇类下去 菇就下去了 对 这样下去炒它就会有香气 嗯 那你看我们刚刚倒的油啊 把那个蒜的颜色有没有 对 用到金黄了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利用它这个蒜油 把我们的这个菇类把它炒到香 它香气就会进去 对 哇 可是这可以想像 等一下那个蒜片应该很好吃 嗯 就是不会 不会 就是有一种那种 蒜的香气又不会苦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都会 可是我就不知道你那个 长安能是要怎样 好 我们火关小一点 我还是很好奇 对 然后呢 我这个 放一点点的什么 盐巴 对 少许的盐就好 所以我们这里先不用调味 对 很香喔 哇 而且那个菇已经开始出来了 对 菇一定要给它炒到 软化 它才会香 是 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三种菇 对 那菇类的话就是在于个人 那我不会建议 四种 对 我不会建议就是金针菇那一种 因为金针菇容易出水 对 对 而且它粗细也可能跟它 比较不一样 对 好 一样 我蛋呢 打一下 葱花蛋 葱花蛋 对 长安能跟松露野菇 是怎么样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呢 对 这就要看子智昌老师的功力了 这个的话很简单 有看到我手插着在那边等你 看看到底要怎样 有没有 那个菇有没有 炒到这样有香气了 对不对 而且已经有一点就是焦香了 对 那蛋的话一定要给它打大 上色了 然后这里面只有加一点盐 对 我们吃原味的 对 很好奇 对 一样 没有油呢 对 没关系 对 没关系 大概两颗蛋 嘿 真的很奇怪 很难想象 所以我们把野菇先剥到旁边去 对 那蛋的话 我们不要说一整效率把它拌 不然会变那个散蛋 对 你看我现在说不出话来 因为满脑子问号 这个要怎么去结合它 对 这个没有老师讲 我们还没有老师点破 我们还真不敢把它搭在一起 这个是煮过的这种毛豆 放下去 煮过的毛豆 对 这个时候这个蛋差不多 目前应该有六分钟 对 对 好 拌一下 这样快要好了 对 然后呢 我 再来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它的原 还有这个 松露 对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松露酱 被你这样子移动 我一直在注意那个 葱蛋 松露我们一点点 我盘子都准备好了 真的 好 来 哇 那个松露的香气 这样看起来跟蛋 是感觉是搭的 对 这样其实就可以是一道菜了 对 你看 有没有 炒起来就很香了 非常香 那我们就一锅到底 然后加上那个松露 对 那个味道已经串出来了 先把这个摆下去 好香喔 光这样子其实就很好吃 葱蛋加野菇 这也是一道菜 没有 这是家庭料理 目前是家庭料理 经过老师摆盘之后 就变餐厅料理 饭店料理 然后还有加毛豆 对 这样比较好看 所以你看 这道菜老师也兼顾营养 毛豆是可以算蛋白质 然后里面又有两颗蛋 所以这道菜不单只是蔬菜 还有就是面包的淀粉 对 它还有很丰富的营养 就是蛋白质也很丰富 然后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把它稍微摆一下 等一下我还会把它装饰一下 对 装饰是老师的强项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学的 所以想要看摆盘的话 您只要打蔬食构健康 蔬食构健康 许志昌老师 那个就每一个摆盘就都出来了 这个蛋的话 我们稍微把它 因为摆盘嘛 稍微把它用细一点 然后所以老师是要让每一个面包 都有各种食材 对 好 再来 我以为你只要这样这些都我的 真的喔 对 我刚刚本来在等 我想说这个盘子等一下可以装 对 我光吃这样子 我觉得我一餐应该也够了 所以前面又有一些 对 我们装饰一下 你看那个菇炒干了以后 那个菇炒起来就蛮香的 对 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在家里炒 好像没有办法炒到这个样子 所以好像就是真的要等一下 这个 不能挤 对 其实的话 如果说你敢吃比较生的蛋 我建议说蛋不要炒太熟 对 所以可以再慢一点下蛋 对 好 然后我们再来 这里好了以后对不对 对 盘子 然后我们摆一点点的这个 然后老师刚刚切好的 对 对 番茄 老师你这个番茄有去皮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给它去皮 我就是大概 应该不需要 对 大概自然的这个 老师连地头都不去了 对 然后呢 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生菜 稍微点缀一下 这摆起来就很不一样 本来是这样子一倒菜 对 对 然后摆上去之后 那个稀释的感觉就出来了 生菜再摆一摆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就点缀一下 不管说你 不管什么生菜 对 只要我们自己喜欢 超市买得到都可以 而且你看这些生菜 然后拌着这些 如果老师的意思是 因为我刚刚在嫌 那个香蒜面包 一人只有一个不够 所以你看老师很贴心 前面其实还有一道 就是这个松露野菇 对 那所以你面包吃不够呢 前面的松露野菇 也可以帮你补充一下 哇 然后又可以吃到 一点点的生菜 对 那个口感会很不一样 就是看 我们怎么去搭配它 对 其实做料理的话 我觉得自己喜欢吃 是最重要的 当然 我们不一定说要 你要一定 看节目说一定要加什么 我们家里有的 我们也可以来用 对 所以自己又可以学 然后又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呢 摆得漂亮 吃起来又好吃 哇 这个满分 超过两百分 所以这一道是 我们的中细合并的 对 如果说有点花 装饰也可以 如果没有也不要紧 就是自己喜欢 放上去就不一样了 自己喜欢的就好 如果没有这些花 我会有没有可能 可以把这个 小番茄然后切圈 也可以 撒在旁边 对 只要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都无所谓 难怪老师 你带学生出去比赛 都会得奖 没有啦 你光这个摆下去 就不一样了 这个东西就是 自己喜欢 做创意 你看 超级漂亮 这个中西合并的 松露野菇佐香蒜面包 上菜咯 老师你说这个 其实有点像情人套餐 对 对不对 就是一人一个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菇 它有每一种 不同的香气跟味道 这个面包我烤的 对 你看那摸起来还脆脆的 好香喔 我喜欢吃一点那个 比如说每一种菇 我都把它尝试一下 这样做很厉害耶 为什么呢 你看我光这样在咬的时候 我的鼻子就正对着 你那个松露野菇 对 哇 三公公 那个面包咬下去 又有那个香蒜的味道 对 而且下面这样子用干锅下去煎 对 它下面刚好 有点酥脆 吃起来那个 法国面包 有没有香蒜面 而且下层是酥脆 上面有点暖暖那个感觉 搭配这个野菇的话 那吃起来那个菇香 跟那个蒜香味刚刚好 而且这个香实在是有够香的 因为你看刚好在这个 鼻子的这个地方 你不闻都很难 我超级棒的 然后老师把它这样搭配的上面 跟一个小花园一样 对 重视一下 男女朋友就一个就够了 对 可能就是 一个共用 一个就够了 对 你一口我一口的感觉 对 那可是呢 如果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大省级的 就是一个一定是不够的 就是一人吃一个 然后吃不够呢 旁边还有很多的料可以吃 那如果说吃了说 我觉得吃了 有点饱足感的时候 那我还有一些那个番茄啊 对不对 番茄来把它稍微有点 微甜微酸的那个感觉 把它去让它油腻 对 是 不得不跟称赞你一下 是 那这个吃下去跟一般我们在做 吃那个西式的那种 松露野菇的感觉 对 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里面 你那个葱蛋很厉害 那个葱蛋我就是 以前那个阿嬷 妈妈 就肩蛋就说 对对对 它有时候会加一点酱油啦 我是没有加啦 可是这个葱蛋吃下去 本来我一直在想说 就是这个整个的香味 松露的香味 可是吃到后来你最后在嘴巴里面停留的很多是那个蛋香味 是是是 而且是那个 真讲不出来勒 怎么会有葱蛋配松露野菇 而且我们那个葱加下去的时候啊 那个炒的时候又不是很熟的时候 那个葱的有没有 那个香气啊 对 自意有时候会跟蛋又结合 那又 蹦出了不同的那种层次感 对这真的是真的是厉害 我觉得这个葱蛋加在这里面是非常成功的 除了它可以是一道菜 其实像老师那样子 简单的其实你冰箱如果有香涮面包 把它拿出来切大概一公分厚度 对对对 对这样子把它做成这样子 感觉就是西式的做法 可是你吃起来确实 我觉得它确实是完全的一个中西的融合 是是是 我觉得它不叫合并 它是融合 真的 这个味道蛮搭的 超出我的想象 谢谢 太厉害 果然是大师级的教授 非常谢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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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殊师哥健康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